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以及大小 然后记着点击摄像机确定它的位置 调节它的时间 我们打开对象属性设置对话框 把这个时间调的短一点的两秒 然后给它一个0.5的暂停时间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由于在运动过程中 这个图片的颜色会出错 所以我们把这个颜色去掉它 就用外轮廓点击确定 复制这一张图片 点击这个复制 再粘贴 对第二张进行一个设置 选择动画模式 第三种 移动或者是变换 要加一个关联像 就是跟前面这个图片要关联 所以要选中它 这个勾要选上就是清除原对象 然后呢 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让这个杯子旋转90度 所以可以调节这两个按钮 加或者是减 旋转90度 往右 所以要减 但是这样太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数字 它就会可以直接修改 负90 确定 诶 倒了 好 这个位置 不对了 诶 应该放在这个位置 诶 它跌倒的效果 好的 现在我们点击一下摄像机 来再来确定 播放 把这个勾去掉 好 这就是 对象的旋转 当然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效果 我们再来试验一个效果 插入一张图片 就这个吧 就这一个图片 我们把这个位置调节一下 放到这边来 点击摄像机 确定它的 然后呢 还是调节一下它的这个 时间 两秒 把这个暂停时间 添加一下 0.5秒 好 再来复制这个图片 粘贴 然后对它进行设置 还是选择动画模式的第三种 清除原对象 关联 然后呢 我们给它 转过来 好 就这个角度了 点击确定 把这个角度放到这儿来 然后呢 放大 好 点击摄像机 现在我们来播一下 对象的旋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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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